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梦到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大概一个故事模式都这样 但是我很不喜欢这样子的方式 千篇一律这种方式来写科学性的故事 那当我要写一本野鸟的书 我看见一只野鸟这本书的时候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不想要用那种模式来写 那要怎么写呢 由于这个缘故呢 当我想要写一本 看到一只野鸟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的模式 然后就很合理的就把女儿看到 一只是不是蜂鸟不晓得这件事情呢 就把它写成一个故事 到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外来种 一个台湾不可能出现的野鸟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被一个小女孩 给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呢 我在那个 在一个小公园里面 公园旁边有一条小河 那小河差不多大概有 三四公尺宽 三四公尺宽这么宽 那旁边突然看到 在草坡上突然看到一只小鸟 那个小鸟一看就知道是白头红的幼鸟 那白头红的小幼鸟正在学飞 但是它可能一飞 飞不好就掉到草坡上 所以我看到以后 哇 看到白头红的小鸟好高兴 就想要去拍照 那你要知道 小鸟看到人总是觉得是敌人 它一定很惊奇 很害怕 尤其是一只小鸟 看到有一个庞然大物的动物 一个人跑过来 要拍照 它很害怕 但是它又不知道怎么飞 还不太会 站在地上 不知道怎么办 那更着急的是什么 是母鸟还公鸟 而两只就是它的亲鸟 就是爸爸妈妈 在附近飞来飞去 一直想要帮我赶走 那我想说我拍照一下就好了 就赶快走了 你就让我拍吧 结果呢 我一靠近 那个小鸟一紧张就飞起来了 飞起来以后呢 不小心它就往河里面 河的那个方向飞过去 那它要飞过那个河 我一看那个样子是飞不过去 马上就要掉到水里面去了 可是呢 那个鸟爸爸两妈妈 在空中 那个动作就让我非常的感动 它们在空中 它没手去救它呀 它也没有工具呀 它怎么办呢 它就飞到 赶快赶快飞到那个 要掉下去 小鸟要掉下去 它就 一只鸟就飞到它的底下来 把它顶起来 顶起来一下以后 但是它抓不住啊 又掉下去了 又继续掉下去 另外一只 马上接力过来 然后又把它顶一次 第二次就把那个小鸟给拱过去那个河 过了河 就安全了 那我是 我不会飞 我就过不了河 所以我就 就拍不到 但是那个小鸟就很安全了 就让我感到很感动 那个母爱人 它们的动作领想 迅速敏捷 而且那个爱心 让我非常的感动 一般人讲到赏鸟 好像是一种专门的知识 好像说一定要参加一个团体 配合它们的行程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要打扮成什么样子 然后要带什么 这样才能够赏鸟 其实我认为呢 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到野外去 平常我们随身呢 如果能够携带的一本笔记本 那一支铅笔 或者是现在有相机 很方便的相机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就记录什么 随随用速写的方式很简单的 能写的就写 能画的就画 好比说我的作法就是 带着笔记本 带一支铅笔 然后到野外 我看到什么 我就记什么 你看时间 然后地点 可能那天下雨 很简单的 把环境 跟气候 跟我们的心情 什么都可以写下来 那不一定要写成文章 我们随随便便写 随便记录 同时不一定也只是写而已 看到这个高山的落叶 我也可以剪下来 把它压平平 很漂亮 看到一只鸟 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 很粗糙很随便的画画 把它画下来 把它特征抓下来就好了 然后写一些画不出来的 我们用写的 我们用写的 由调好的 写画 辯黎